好,歡迎來到這個走後山專業第一次的夜行直播 今天我們選了一個很好的天氣夜晚 就走上去後山,跟我另外一個朋友 其實我們今晚都見到有兩條蛇 在路邊,其實都想介紹一些生態 現在其實我在下面也有一條小蛇 不過它剛好就已經開始走 都說得切,拍給大家看 其實後山這個地方 雖然有綠色態,但其實生態價值都非常好 而且也不用說一定要去到很遠的地方才可以看到 看我現在認識到雪地了,因為它已經在走 而且我們也要保持著一段方船的距離去拍攝 希望它可以讓大家看到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因為我一直要顧著我的手 而且要拍攝手機的距離 而且要拍到一條蛇 對 好,這個來個正年 這條是一條很小的蛇仔 這條是青竹蛇的,它的頭是三個人 雖然它是有毒的,但不代表所有蛇頭的三個人都有毒 如果要分清楚蛇有沒有毒 你首先一定要知道蛇的品種 對 今晚這條路其實也有一些街燈在這裡 可以方便些人也可以繼續上來走 我們現在蛇旁邊也有一些人還在晚上走山 待會再引到蛇 其實看到蛇都不用說很緊張 對 通常看到蛇都是一邊走一邊走 即是在走 不會主動它 不會主動它 不會主動去襲擊人 所以我不明白為什麼 那些人看到蛇 就要打牠的頭 或者怎樣殺死牠 其實我們走的地方 都是牠生活中的環境 裡面 我們其實一直走 都看到很多 聽到很多蛙聲 或者看到不同的青蛙 甚至乎有些 有些很傻仔的 很傻仔的 很傻仔的 憂癮 不知為什麼晚上牠自己爬了出來 然後在這條石屎路那裡 走著 那是 不知牠會不會成功 再自己爬上去這個泥土裡面 好 那還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這裡有一條 這裡有一條 藍色的羽毛 不知大家看到這裡 對 對 第一次玩Live 不太懂得玩 那 就 對 大概 見到就是這麼多 那 待會見到什麼特別的東西 再跟大家去介紹一下 咦 在結束之前 都可以找一下 那 這裡有一條 這裡有一條 綠色的蛾 蛾蟲 先看見到 咦 我也不知道拍到 不知道就是這裡 對 那 在葉仔裡面有一條 綠色的蛾蟲 那 它的尾部是有條很特別 好像一條角仔 那 這個是一個天鵝科的特性 來的 好 就到這裡了 那我也回去看一下 這個Live 成不成功的背景 那就這麼多 拜拜 好 谢谢观看